在这个托扑当中 我们要介绍车子可以进行换道的动作 以及可以调整车速 首先因为我们要进行换道的动作 所以一条道路上必须要有两个线道以上 才能够执行换道 因此在部署道路当中 我们需要选择加总至少要有四个线道以上的道路 接着我们部署道路的宽度为20公尺 比较轻易呈现 接着我们部署80211AG A.A.M.的车辆 为2、3、4节点 我们将节点3放置在节点2的后方 以及节点4的后方 接着我们要设定节点3的车速较快 预期它到节点2的后方时可以进行换道 而在节点4的后方时也可以进行换道 设定车速的方式要切换到Edit Mode 当切换到Edit Mode时 我们选择N Tools选项 选择ITS Network 来设定Card Profile 我们设定 节点3 使用的是Provile 1 按下Modify按钮 选择Provile 1 按下OK即可 接着我们要设定Provile 1的参数值 Provile 1 预设值最大速度为18 在此我们将它修改为30 编辑方式如同VI或VIN 一般按下字母I即可 Insert编辑 我们将它修改为30 加速度与减速度 不修改 好 接着我们按下ESD键 并按下冒号 X 小写X 来存取 按下OK即可 节点3的Provile 即编辑完成 接着我们切换到Mod来进行模拟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直接切换到P Mode 来观看我们刚刚的模拟结果 我们设定播放速度为1000% 接着按下播放按钮 可以看到节点3的车速逐渐加快 在节点2的后方时进行换道 在节点4的后方时进行换道 切换到另外一个车道上 更多的设定细节 请参考法内教学手册 或抢EST内公司 请参考法内教学手册 请参考法内教学手册